武汉疫情肆虐,东托学斯坦也有确诊病例 日前网上传出一段视频,有维吾尔人跑出来找吃的 高呼老婆孩子快饿死了,引起外界关注 新疆疫情的现状被聚焦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称,现在维吾尔人面临着严重的人道危机 中共政府在当地采取强制措施,将他们限制在他们居住的片区内 任何人不得离开自己的家门,导致了人们在自己家里面临极恶而死亡的威胁 中共政府在当地推行的疫情防疫,实际上是正值稳定高于一切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电话采访的一名维吾尔女士表示 在伊宁,当地政府至今也没有给他们生活上的补给和知识 人们在自己房间内得不到任何供给,又无法出去买 因此导致家庭出现这种严重饥饿的情况 家里有四个孩子,父母每天只给孩子吃一顿饭 因此一个孩子营养不足,贫富欲轻 一名叫马赫热的妇女说 当局粗鲁地拒绝了居民的食物和燃料需求 东突厥斯坦国民议会主席塞伊特·托姆托尔克说 当今中国使用的能源中有近一半来自东突厥斯坦领土 土耳其卡拉比克大学和土耳其青年基金会 联合举办的东突厥斯坦系列活动的第二周 举行了国际组织和东突厥斯坦题为的讲座会谈 东突厥斯坦国民议会主席塞伊特·托姆托尔克先生 在会议上致辞时强调 东突厥斯坦在图居和伊斯兰文化和历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他继续说 东突厥斯坦被入侵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是其难以置信的地下和地上财富 自然资源包括石油、天然气、煤炭、油、金和银 中国所有能源的近一半来自东突厥斯坦的土地 2020年2月23日 德国北伟州志愿母亲组织和东突厥斯坦信息和文化中心 在东突厥斯坦信息和文化中心 魏维乌尔·孤尔举办了一项捐赠援助活动 活动上 东突厥斯坦信息和文化中心媒体负责人 雷切普·阿特沈 简要介绍了该中心在中亚地区的援助活动 他还介绍了东突厥斯坦信息和文化中心主席 阿布图吉利利·卡拉喀舍先生的工作生涯 并肯定了他为东突厥斯坦斗争付出的贡献 志愿者母亲代表艾比鲁女士 在活动上发表讲话 介绍了他们在土耳其的工作情况 他表示他们将始终为东突厥斯坦的孤儿提供必要的支持 与会人员表示 他们非常感动并将更加关注东突厥斯坦问题 中国卫生应急办公室通报 中国大陆武汉肺炎新增死亡病例150例 新增确诊病例409例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 自武汉肺炎去年12月爆发至今 累计死亡病例来到2592期 累计确诊病例达到77150例 意大利已有7人死于新型冠状肺炎 引起欧洲各地的警觉 另一方面 伊朗卫生部副部长昨天表示 伊朗武汉肺炎死亡人数增至12人 有61期确诊病例 一名议员指控政府掩盖疫情 透露光在疫情源头城市 可目视就有50人色亡 根据此前伊朗卫生部副部长表述 伊朗目前约有900例疑似病例 马哈迪尔周一意外辞去马来西亚总理一职 令该国政局陷入动荡 但他已同意国王的要求 在过渡期暂待总理执政任命接任人选 马哈迪尔所处的团结党 周一晚间拒绝了马哈迪尔党主席辞呈 并否认马哈迪尔或其他成员已离开该阵营 马哈迪尔与安华应计划中的权力转移 一言再言而嫌隙加声 这给一些反安华的政客们试图寻求新联盟的机会 上周末执政联盟与反对派意外 就组建新政府进行的会谈 新政府将不包括马哈迪尔指定的继任者安瓦尔 新闻换 新闻换 新闻换